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鬼 首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最近轉了身工 很忙 隔了一段時間都沒有出過片 雖然這輪忙到脫脫 但是今天我和太太 一早請假 有個活動我們一定要支持 所以今天我們一早起床 牛屎仔出城 搭火車去牛津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搭火車的 買票其實很容易 選擇了目的地 另外 選擇多少個大人 多少個小孩 就這樣就可以了 哈哈 你們當然會問我 為什麼不開車 因為首先 聽鄰居說今晚會場 左近泊車位 就比較少 另外星期日開車 入牛津裡面 很容易跌落駕駛收費的陷阱 即是無端端 已經駕穿駛了 簡直是地開車 若然我平常開車 很難兩邊 此下看風景 適合駕車 便可以欣賞一下景風景 再說 駕車到牛津 也是20分鐘近 是否很方便 其實我都覺得Bista 都頗好 你看看 看了一幅畫 旁邊還有很多動物 來不來有羊 馬 牛 你看現在回暖了少少 花田都有 死味 好美 其實我覺得英國火車的車廂都很乾淨 又沒有一股臭腳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因為我以前在香港上班 都是坐地鐵 嘩 剛好旁邊 站了一個薩瓦人 他猜身體的鼓氣不停上升 都挺難頂的 不過我太太跟我說 可能因為天氣關係 英國因為沒那麼濕 又沒那麼熱 所以這裡很少薩瓦人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在市中心逛逛逛逛 都見到很多吉舖 可想而知武肺的威力 多麼厲害 我都覺得牛津市中心都挺漂亮 因為走兩走 又有些很現代的店 但是走一會兒 又覺得建築物 嘩 好像很有歷史感 嘩 我好像在走市江隧道 其實當地人真的很懂得享受 你看 坐船仔 或者和朋友在旁邊喝咖啡 聊聊天 這樣有一天 真是好棒 走一走一走 看到這麼多人走進這條巷 那我們兩個當然是耳朵底 死筋 嘩 進去 真是好美 聽這套人說 這座圓碌碌的建築物 是屬於牛津大學其中一個圖書館 而且他已經二百多歲了 之後我的肚子走開 那我就和太太一樣 在這間餐廳吃午飯 我呢 就叫了素食早餐 而我太太就叫了炸魚薯條 炸魚薯條 嘩 好棒 至於早餐呢 嗯 應該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 哈哈 你看我法多士 好像曬了很久太陽燈一樣 之後呢 走走走 我們又看到有珍珠奶茶 實在太掛念它了 那我們就進去光顧一下 至於 你說好不好喝呢 嗯 都是那句 它還有很大 很大 很大的進步空間 最後 來到今天我們放假的目的 就是為了支持 時代革命電影放映會 好啦 不說了 就來開始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開啟了 就經過了 我們來思考 感激 很久不見 w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